前两天 于浩铭登上腾讯星空演讲的舞台 他走上演讲台的瞬间 仿佛还是当年那个拐巧的国民弟弟 但当他幽默地拿当年那场意外开玩笑 当他坚定地说出那些杀不死我的 终将让我更强大时 气场直逼两米八 小八哥也忍不住要为他打扩了 如今的于浩铭 不仅可以淡定谈起那场受伤经历 还表示再拍爆破戏也不会排斥 如果以后还有爆破戏的话 我相对来说肯定是有经验了 我肯定要 今天要试好几遍 可能才会上 这个确定真的是安全了 我才会上 如今的于浩铭不仅走出了心理阴影 还在那年花开月正元里表现出彩 成功演出了超级大反派杜老板 听到网友称杜老板为人形绞肉机 于浩铭仿佛很满意这个外号 但是当他听到网友们猜测杜老板是太监时 瞬间占了锚 谁说杜老板就一定是公公了 谁说的 不是现在戏里面没有说杜老板是公公啊 只是我演出来的那种感觉 就像一个戏迷 对吧 身上有那种范儿 说话都是那种戏迷的那种腔调而已 看到如今状态从容淡然的浩铭哥 小八哥不禁更加期待 在那年花开月正元里 杜老板又会释出什么变态手段呢 来吧 请尽情怨我们吧 我们就fre了 然后再来 咱们说 咱们再来 咱们再来 咱们再来